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如同用动机造不出来 就否认能量守恒定律一样可笑 总路线没问题 问题在下面的执行 多快好省到什么程度 没有一个具体的指标 当时也没有任何经验可以遵循 就好比政府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 具体到如何为人民服务 问题就来了 也就造成很多人的不满 在建设从零开始的当年 基础工程和基本工具都欠缺 想让周恩来的国务院 和后来刘少奇领导的人民政府完全执行 是不可能的 别的不说 道路和汽车这两样 就能憋死人 就老百姓来讲 特别是农民 总路线意味着多干活 干快点 而且要仔细地干 这些没啥 中国农民从来就是干活的好手 问题是 干活的同时营养也得跟上 一餐跟不上 就会肚子饿不舒服 一天跟不上 心发慌 一个星期跟不上 就会消瘦 时间再长了 可能就会生病 就会非正常死掉 造成老百姓营养跟不上的 恰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第二面旗帜就致命了 如果说 总路线是一个普遍性适用规律 一个合适的原则 那么大跃进这玩意儿 就相当于一个狂热的造作方式 如果一个人拥有狂热的梦想 比方说想发财 肯定不会安安分分干工作 拿一份死工资 胆子小点的 会不停地刮财票 胆子壮了 就去赌博 贩毒 抢劫等等 其中有的可能发财 更可能的是送命或者吃黄粮 如果一个集体有了疯狂的理想 那么这个集体肯定要干出疯狂的事 如果这个集体扩大到整个国家 悲剧将是唯一的结果 从一穷二白到共产主义之间 有一条很长的路 没人知道这条路有多长 但路上肯定有很多障碍 一开始就开足马力 低头往前跑 必然要撞墙 撞得头破血流 打跃进真正的破坏 不仅仅是资源浪费 人力浪费 不仅仅是放卫星 或者炼了一大堆废铁 还有它的所谓科学性 苏联一个书呆子说 深藩土可以增产 善良的中国同志就相信了 神耕到地下两米 两米之下是啥 那是黄土 营养在表层 耕地二十公分 小麦能收获五百斤 耕两米的话 至少要减产三分之一 所以七千人大会上 刘少奇说 三分天灾 七分人祸 七分人祸中 不仅包括政策实务 还包括科学不给力 没有办法 这就是当年的 民族知识水平 缓成现在搞大跃进 不会再有那种 所谓的科学了吧 大跃进时代 国人有干劲 却因为干劲太足 而脱离了基本常识 北湖 最为致命的是 第三面红旗 即人民公社 所谓人民公社 前面也说了 就是把大家集中起来 有饭一起吃 有活一起干 听起来很好呀 集体主义 集体力量大嘛 然而他最大的弱点 也就在这里 按照毛泽东的说法 所谓人民公社实现了 组织军事化 行动战斗化 生活集体化 这是什么 军营 说白了 就是要把整个社会 变成一个组织有序的军营 大家一起劳动 搞生产 富裕起来 一起抵御敌人 强大起来 现在看来 这个是不是 过于谨小身微了 没有办法 当时中国人 被欺负了一百多年 已经怕了 再也不想受气了 所以 那个时代 刚刚结束 耻辱生活之人 和现代人的思维不一致 这个设想 听起来似乎很美好 而且很新鲜 很有诱惑力 但是需要指出一个事实 在毛泽东之前 已经有过一些 雄才大略的人物 做过类似的实验 全部无一例外的失败了 第一个有如此理想的人物 就是2000年前 伟大的嬴政统治 一统六国之后 嬴政以自己的雄才大略 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文 限制老百姓 并且在国家内推行俊限制 摧毁之前 长久以来的血缘政治 如果这些条文能够全部实现 中国将成为一个 井然有序的社会 类似一个军事机构 在这个社会最上层 就是嬴政 以及他的子孙 然而他失败了 失败的根本原因 并非继任者无能 而是那些条文制度 根本不适合 当时的社会情形 嬴政在世时 可以依靠雄才和铁腕为持 不在了就必须变 嬴政之后 诸葛亮在蜀中 进行过短暂的实践 人死之后便没了下文 又过了一千多年 又有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 重新拾起这个梦想 他叫朱元璋 朱元璋搞定了原帝国 重新建立起汉人帝国 然后他又制定了一系列条文 希望中国成为一个 井然有序的帝国 为了整治贪官污吏 他杀了一批再杀一批 从七品之骂官杀到第一功臣李善长 把明初的官吏 来来回回杀了好几遍 动则灭好几族 残酷程度远胜文化大革命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他废除了宰相制度 所有活都是自己干 然而他依然失败了 后来除了太监要武扬威 甚至还出现了张居正这种 凌驾于皇帝之上的名臣 从嬴政到朱元璋 他们都有一个极大的矛盾 按照他们制定的那些法律条文 需要素质极高之百姓 方能适应 但他们统治时 却尽量让老百姓愚昧 所以从秦帝国到明帝国 中国人摆弄出了四大发明等一系列 让我们民族骄傲的东西 但是在思想上 还是原地踏步 依然没超过春秋珠子之范畴 朱元璋的民众素质 并不比嬴政的民众素质高 而此时的欧洲 古典文明已经和基督文明相结合 已经完成了文艺复兴 正准备玩工业革命 朱元璋之后 又有明清两朝五百多年 民众素质增长了多少呢 依然是在原来的土地上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增长指数无限趋向于零 清帝国完蛋之后 中国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的连天战火 毛泽东成了最高领导 这五十年里 发生了五四运动 经过各种思想启蒙 中国民众的素质 还是上涨了不少的 然而 此时的西方文明 已经完全进入了工业化时代 嬴政时代 中国民众素质 至少不比西方世界差 朱元璋时代 已经开始落后 毛泽东时代 已经远远落后 此时的毛泽东 在一次拾起那个梦想 把整个国家的力量 整合在一起 追赶那些发达国家 他的办法 就是人民公社 他比嬴政朱元璋等人 干得都彻底 很多人拿毛泽东和嬴政朱元璋等人 做对比 确实 他们在作风上 乃至思想上 有很多可比性 但是这些对比者 都忽略了一种情况 就是毛泽东在民众中的威望 远胜嬴政朱元璋 或者其他人 这么说 可能会惹来很多口水 毕竟我没在嬴政或朱元璋的 时代生活过 也没有穿越过 但是我知道一个事实 就是毛泽东比嬴政或者其他人 多干了一件事 土地改革 挺毛泽东的人 执着于毛泽东的战功 连毛泽东之人 侧重于毛泽东搞运动 整人 中间派更愿意学习 毛泽东的权谋 在我看来 毛泽东的全部威望 均来自于土地 毛泽东威望的源泉 中国的农民如同野草一样 生存能力非常强大 只要有点土地就能存活 然而几千年以来 农民常常如野草一样 一次又一次地枯萎 因为农民们常常没有土地 每个王朝刚开始的时候 农民可以分得一点土地 然后就是土地的兼并集中 等到兼并集中的差不多了 就有人挨饿 有人挨饿就有人造反 历史上一个又一个王朝 某种意义上 就是一次又一次地 土地重新分配 红袖泉也就一句 耕者有其田 就把清王朝折腾得摇摇欲坠 每一个王朝初年 农民手里有点地 国家就能征收更多钱粮 中央政府有钱了 就有能力去开疆剔土 去宣扬文明什么的 新中国诞生之后 中国再一次统一 统一之后迅速完成了土地革命 这一次土地革命 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彻底 地主没有了 大家都拿到了土地 这是五千年历史上 从未有过的壮举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 如果挑选一件事 来代表资源在整个国民范围内的平均分配 必然是土改 共产党政府真正意义上站住脚 并非是因为打败了蒋介石 并非抗美援朝胜利 并非所谓的苏联支持 而是土地革命 有了土地革命 相当于有了农民的支持 在中国历史上 没有农民支持的政府 从来没有真正稳定过 关于这一点 撤退到台湾的蒋介石 想必印象极为深刻 在蒋介石的领导下 中国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 参与创建联合国 并且赢得五大常任理事国的地位 然而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 与国民政府 却始终没能赢得农民的支持 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 与人民政府 得到了农民支持 其根本差别 就在土地问题上 在那些拿到土地的农民眼中 任何敢于怀疑新政府的人 都是不可思议的 给予他们土地的中央政府 是伟大的 领导中央政府的毛泽东 更是伟大的 回顾那一段历史的时候 会发现毛泽东的威望 非常的高 高到无法无天 当他要批彭德怀 彭德怀就要完蛋 要批判刘少奇 刘少奇就要死 当他准备收拾林彪 林彪一点反抗的余地都没有 他动动嘴 邓小平就起了再落 落了再起 他暗示周温来今天检讨 周温来绝不会拖到明天 为啥毛泽东 有如此至高的威望 可以认为那是宣传吹捧 也可以认为是高超的权谋 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 根子就在农民那里 使毛泽东 让农民们有了种地的机会 不用再担心土地 被其他人占有 有了土地 农民就有了活命的机会 这是毛泽东威望的根本原因 历史将记载 在毛泽东领导推动下 重新分配了资源 以平均的方式 分配了最大一笔资源 那就是土地革命 一件远胜 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把红军带到陕北 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等等一系列事件的政治举动 人类社会 说到底还是以利益结合在一起 土地改革 相当于 让每一个身处最底层的农民 拿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这样的壮举 在整个历史上 只发生过一次 如果 现在的政治家 也能像毛泽东搞土改那样 把现代资源 以一种相对平均的方式 重新分配 那么他也将获得如当年毛泽东那么高的威望 高到无法无天 这种威望是一种双刃剑 一则让国家强力统一 另外一面就是巨大的破坏力量 正是凭借这种无法无天的威望 毛泽东要反右派 知识分子就遭殃了 要大跃进就大跃进 要搞公社就搞公社 拿到土地的农民 干劲很足 并且坚决维护中央和毛泽东 现在 毛泽东领导的中央政府 要加大建设力度 农民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 创水